目前來講它的強度跟暴風圈都增加了 所以發布陸上颱風的警報的機率蠻高的 我們首先來看這兩個颱風的結構 第一個是涼化颱風 對台灣也沒有影響 5點半的時候已經解除了海上颱風警報 下面這個是西南氣流 對台灣來講的話 目前只影響到菲律賓 它還不會隨著颱風北上 如果隨著颱風北上的話 全台灣都會受到它的影響 西南氣流所帶來的雨是相當驚人 所以還好它沒有向北抬升 主要就是長紅颱風 目前來講它的暴風圈 最外圍的雲性 預計大概兩個鐘頭以後 就接近台灣的東部 以及東北部這個陸地上 所以在雲量會增加 同時有綿綿的小雨已經開始下了 真正的雨是要到明天中午以後 也就是中午這段時間 雨是會明顯的增強 真的下大雨在這個時間 所以在目前最新的資料顯示 中興它來講的話 已經比上午略微增強 從每小時的風速130級增加到144 目前來講 宮古島在這個地方 目前的最大的風速 已經增加到每小時120海里 也就是每小時120公里 換言之 這個颱風會在宮古島跟石原島 中間穿越向西北進行 這個颱風來勢洶洶對北部跟東北部 外面都構成了威脅 我們用另外一張它的路徑圖 來看看未來對台灣的影響程度 這個下午14點的中心位置 距離台北的東南東方 大約74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將近21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移動 也就是310度的方位 暴風圈已經增加到250公里 因為暴風圈增加了 所以在明天下午2點鐘 它暴風圈的最外圍雲氣已經 最外圍的暴風圈 已經夠到東北角 換言之 在明天晚上2點鐘這個時候 暴風圈會夠到台北地區 所以在北部地區 包括在大台北地區 會受到它的暴風圈範圍之類 之後雨絲來講的話 就會最為明顯 一直要到禮拜六的上午 就大概11點鐘以後 會從浙江的溫州向北走 因為你看暴風圈的範圍 是在這個樣子 所以在北部跟東北部而言 剛剛受到向風面的影響 同時也在暴風圈的範圍之類 所以風勢跟雨勢就特別明顯 最大的風跟雨勢在什麼時間 中午開始就明顯地增加了 最大的風雨時間落戰 明天晚上這個時候 也就17點以後 到清晨2點鐘以後 這個雨勢是在北部跟東北部 也就是大台北跟北部地區 東北角這個雨勢最大 其次是在新竹與北地區 再其次是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不受到影響 因為整個雲層結構來講 還不夠到南部地區 但會受向風面的影響 雲量會增加 所以在這個颱風對台灣有影響 時間上就在明天 同時要特別忽略的 就在明天中午以後 到明天晚上這段時間 北部 東北部 其中包含了桃園以北 東北角的宜蘭舒華地區 不僅僅風大 雨也大 只要有颱風來 都不要掉以輕心 這個颱風對台灣的北部地區 會構成威脅 所以特別呼籲觀眾朋友 從現在開始就做好 各項的防台準備 以上是颱風的最新動態 現在把鏡頭交還給主播